我們在這裡發現到有一群人才好多好藏類 這家到底是賣什麼東西 這個叫什麼嗎 這是小香 這是有油炸的東西 一大包一大包 大家來這裡都要排隊 後面有很多疏忽 這麼忙著帶油炸 这一家生意相当的好 这是油炸的咖喱咖喱 我似乎正在后面在炸这个咖喱咖喱 这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在这里香气也是非常的浓 这是一大沟一大沟 一大包一大包 一整包一整包 大西老贼 我们这一家卡里卡里 这是创始老店 在这里排队排得很长 这一家是三角 三角泳 金鸡角 三角泳应该是来自于三小 三角泳 这就是卖鸡角 专业的鸡角 有卖豆干还有卖豆 有卖鸡刺 有卖鸡刺 这是卖鸡刺 这是卖鸡的火鸡 它是去炸火汁 这是很天然的 我正在压炸的卖鸡 我卖鸡来做火汁 这卖鸡刺 这卖板相当的好 这卖板相当的好 它都要靠去酸酸甜甜的 它都要靠去酸甜甜的 这里也看到一滩 是天下鸡角 也就是五谷的鸡角 它的鸡角 看起来很透度 它是里面没有骨头 这是五谷的鸡角 这后面看起来 这里有很多的蒜末 这鸡角加蒜末 是非常的大 这里有一餐是县这的花生堂 麦芽花生堂 它是现场来做的 这一家是要排队的 这工作人员相当多 非常的忙碌 在这里都要等好久 这麦芽花生堂 都是现做的 在这里就可以闻到 一股融融的香气 这事物的手艺非常的轻巧 那这样压榨过 就成型了 一道手艺 而外经过不断的 勉强的手艺技巧 这有两个 魂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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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它是有六十年的船长 正宗古早味 这都是传统的美食 在大西的老街 这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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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风势 和不马虎 动作非常的快 这边我们看过去 都是一些水果 我们这是比较少见到的 木碑口 那这里是在搅拌这个饮料 这也是天然水果的饮料 在这里我们发现到 有一个南瓜籽杏仁 杏仁它是线模的 这是传统 在台湾的传统美食 像这个就是古早味 现在已经慢慢要失传了 我们在大西老街 发现到这古老的新人 新人痕 加这个南瓜籽 这一餐是烤鱿鱼 在这里就闻到 浓浓的香气 这烤出的鱿鱼 香气完全就飞了 现在正在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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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一家是做传统的大鱼 它整个鱼 做很多种 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 这些大鱼都是传统的美食 这大家都在排队 生意非常的好 这些都是传统 在这里就可以闻到大鱼的香气 在这里也发现到 有一家是五股的晃爪 五股的晃爪就是鸡脚 它这个也有加蒜末 还有辣椒 这辣椒跟蒜末 跟这个凤爪 就是鸡脚 这些非常大的口味 调味和这些佐料 像这样你越吃会 越顺口 会很顺口 一口这一口刷水 在大溪老街 发现到料新兰豆干 看到这个黄子 就会成了古老 它有做豆红 还有 早上的道路 这些都很古早味 料新兰 这个品名我非常的久 料新兰豆干 大溪是出场豆干的 料新兰的隔壁 是黄大木 黄大木豆干 也是很出名的 在大溪 两个是在隔壁 在大溪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满满的人 已经涌进到大溪的老街 这人脸不断 生意也不会断 都是在排队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黄大木豆干 豆腐乳 在这里满满的人草 和涌进店里面在采购 这些传统的美食 每个人都提大包一大包 这家是料新兰豆干 它是专门做豆腐乳跟豆干 跟黄大木差不多做一样的 在这里也是人气超旺的 所以两家都是老店都在隔壁的 这家是少年妈的碗粿 这家是少年妈的碗粿 少年妈的碗粿 这是专门在卖 碗粿的碗粿 是在佛品老街 这一条街是最热闹的 这碗粿是属于传统的美食 在后面是排着满满的碗粿 妈妈带你 大家很送给你好了 你不要带来 这家是卖油条本杏仁 这个是属于古早味 这已经流传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这老板娘是县子的杏仁 跟油条 这油条跟杏仁 是非常的大 这家也是卖传统的 就是超阿粿 那这边就是芋头 耳粿 这些都是煮好的传统美食 芋头 还有搭配这个真正的芋头 还有花柜 还有这个九层口高天锤 这些都是在台湾传统的美食 在这里我们发现到这个虾 它机器会自然爆出来 这是很厚的 这机器时间到就开始爆出来 一块一块一块的爆出来 这是鲜爆 虾饼 那这个不是油炸的 这看不到 这里机器炸出来 满满的这些虾饼 这家也是很透明的 用机器爆出来的 这个鲜爆 很新鲜爆出来的虾饼 这个不是油炸的 这是很透明的 一般是用油炸的 而且它是机器自动生产的 有一家菜季 菜季 菜季麦芽花生糖 它这个原草是超人性 就现在的麦芽花生糖 这是好几个书 一起来完成这个麦芽花生糖 这家生意也非常的好 这家生意也非常的好 在这里都是要排队的 这一些都是台湾传统的美食 麦芽花生 在这里出现到这个豆腐 它这个豆腐不是用油炸的 大西出产豆干 这个是豆皮 平常我们在做传统美食 都会下这种豆皮 它的口感也会相当好 这是干的豆皮 大西老街 人脸还是眼脸不断 现在还是正在排队中 大西现在还是人潮不断 我是老师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